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他们既被圣灵猜遣 就下到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往赛普路斯去 那这段经文讲的是安提阿教会 不知道大家对安提阿教会的背景熟不熟悉 那如果你往使徒行转前面读一读的话 你就知道其实安提阿教会呢 它是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一个教会 而且当中很多人是因为耶路撒冷那里有逼迫 所以他们就是逃亡出来 去到了安提阿 然后在那里聚会就变成了一个刚刚建立的一个教会 所以不难想象他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那绝对不可能好像我们刚才看见那些 非常设计精美的这个聚会场所 但是他们里面的生命却是充满活力 非常活泼 他们里面的活泼的生命不仅是好像自己的教会 而且他们是有一个missional 有一个宣教向外展的心 那可能我们想到一个宣教的教会都是比较大的教会 或者是比较这个well off的这样一个教会 但是我们这里看见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教会 是一个他们可能自己刚刚从这个逼迫当中 甚至可能在安提阿仍然面临一些逼迫 可能他们是一群流浪的人 还没有找到自己家的这种感觉的一个群体 但是他们仍然有一颗宣教的心 有一颗往外展的心 那他们这个秘诀在哪呢 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经文 那第一节我们就看见 它里面其实列出了很多人的名字 列了五个人名 那这里我们知道他们是教会的领袖 先是巴拿巴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其实去到安提阿教会 是被耶路撒冷教会派到安提阿去的 那这个是巴拿巴 那第二个呢 接下来是说被称呼尼杰的西面 那其实尼杰这个词是黑的意思 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就猜想说 估计极大可能是这个西面呢 他是一个黑人 那第三个我们看这个路球 他说是鼓励耐人 那鼓励耐其实是在北非的 那现在就是在利比亚大概这个地方 这三个人就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那我们看第四个这个马念 他更不一样 他这里介绍他是谁呢 他是和西律王一同长大的 那西律王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 也知道他的一些背景 他是罗马帝国当时在犹太地区的这个分封王 那当时就有一个传统是 把一些和王室成员 就王室王子差不多同龄的南海呢 就带到宫中去一同抚养 就相当于这个王子的玩伴和学伴 有时候可能大家看这种中国宫廷剧里面也有类似 所以这个当时这个西律王他们也有类似的这个封锁 所以这个马念呢就是当时王子的这个玩伴和学伴跟西律一起长大的 那你这个不难想象 他可以被选中跟这个未来的王一起长大 他的背景呢大概非富即贵 应该是一个比较显赫的这个家世出来的 那这第四个是这个马念 那第五个是谁呢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扫罗了 他是出生在大树的这个罗马公民 然后受的是非常严谨的法利塞人的这个律法教育 所以第一节我们看见 他就列出了非常详细五个人的名字 然后也介绍了一点他们的背景 但如果你把这五个人放在一起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非常的不搭 就他们种族也不同 然后他们这个财富地位出生背景都不同 他估计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 但是他们是一起同工 安提亚教会一起在那里 带领安提亚教会的领袖 其实这五个名字 我们可能平常读圣经 读的这一节可能就被他扫过了 因为名字好像没什么特别好读的 但是如果我们停下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是很震撼的一幅图画 因为按照当时世界的文化 他们走在大街上 是不会有任何交集的 但是现在他们是主内一同服侍的弟兄姐妹 那其实我刚来到英国来到欧洲这里了解这里合场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真的有太多不同类型的人 那这张照片是我现在比较固定去服侍去支持的一个教会 叫做甘霖堂 它是在伦敦的郊区北边那里 它就是非常典型的这里一间华人教会 它不是很大 有国语崇拜和粤语崇拜 然后也有些青少年是英文的 加在一起可能也 国语这里可能也就二十个人 二三十个人这样 粤语的一通节目会多一点 大概三四十个人 那如果你去到这个教会 你就发现这个教会的人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它背景实在是非常复杂 那有讲国语的留学生 然后有香港来的留学生 然后有直青 那直青这里面呢 也有这个大陆背景的 香港背景的 台湾背景的 然后东南亚背景的 然后呢 里面还有这个餐饮业 福建背景餐饮业的人士 还有这个建筑建筑业的人士 就是这construction workers 然后这里还有很多老华侨 就是来了这里大概四十年 香港背景的老华侨 都不怎么会讲国语的 这些unty这些阿姨们 然后还有很多东南亚的华人 还有一些教会 还有这个柬埔寨来的华人 可能我去到这里都不知道 原来还有这么多不同背景的 所以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就想说 天哪 这个要怎么服饰 你讲到 因为可能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要这个进到人群当中 用用他们的语言讲 好像最有效率 但是来到教会 你想说这个太太复杂了 又要又要照顾这里的需要 又要照顾另外一个群体的需要 我想如果都是同样背景的人 多好 那沟通起来非常的简单 就是默契很有 而且他会产生这个群聚效应 比如说这里都是国语留学生 然后来了一个讲国语的留学生 他会讲说 哎呀这个团契好像找到熟悉的感觉 找到归属感 但是在这里的教会服饰 没办法 人太少了 比如说像我带的这个礼拜天的茶经小组 可能一个国语的学生来 他会觉得说 哎呀怎么这么多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 我听不太懂 他会讲什么 然后或者一个香港来的弟兄姐妹 他会来到我们的茶经班 他会想说 哎呀为什么这里的茶经材料用的是简体字 我看起来很痛苦 所以当时你就会觉得说 哎呀如果都是相同背景的人多好 感觉太费力了 好像又没有效率的感觉 但其实在我时间久了 就是在好像非常费力的 跟这么不同的人群一起服侍 一起这个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可能渐渐我才体会到说 也许这个才是神对教会的心意 一群按照世界的眼光 可能不可能有什么深度交集的人 竟然愿意如此的互相关心 互相服侍 可能为了别人的好处 我自己辛苦一点 为了别人的好处 可能我讲话慢 或者我换一个什么字 或者我就看简体字 你会发现说 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 不同的人生命互相的交织 成为超越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 真的是彼此相爱的时候 我想众人真的看得出 这是主的门徒 那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 非常好像复杂的环境当中 服侍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学习了很多功课 也是经历很多 哎呀我没想到 不够细心的这些moment 我就是在这种时刻 真的是被主提醒 就说我们的服侍 我们的教会 是不是只变成一个 只欢迎某一类人 只让某一类人觉得这里是假 那这里就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小例子 那第一个就是用词 那原本可能在 Emerson或者是在很多留学生为主 就是背景的这个教会 弟兄姐妹当中 我们有时候用一些英文 非常的自然 可能一些转换不过来 所以我一开始在讲到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会不自觉的用英文 尤其是在准备的时候 我之前神学院是用的英文上 准备的时候看的这个解经书 各种资料 可能也是英文 所以会不自觉的用这个英文 那如果服侍的人群当中 有一些是英文水平比较好的 那他可能听的不影响他 但是当我发现 其实我讲到的对象 有一些是英文很不好的 那我可能就要特别的注意 我要注意不要 好像我自己舒服 我自己自然 那我要用这个中文 我要翻译好了 或者是在PPT上打出来 或者怎么样 那我想这个是我学习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网络流行语 可能对年轻人来讲 我们天天在网上是网络原著名 很多流行语啊 这种我们就是讲的太自然了 但是我后来突然发现 也许我讲了很多流行语 只有年轻人有反应 但是教会里坐在那里的那些阿姨 那些叔叔 那些大厨 好像没有反应 但是他每一周来到教会 在听到的时候 他是希望可以得着鼓励 他是希望可以学习更多 但是如果我只是用很舒服 我自己觉得非常这个流畅的语言的话 那其实可能就是忽略了他们的需要 所以这个是我学习的第一个点 就是我自己很舒服的用词 也许并不造就人 那其实我就想到圣经里面 保罗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有提醒就是我们说他其实讲的是这个说方言了 他就说你说方言不造就人的话就不要讲 但是我想这里也是让我体会到一点可能我不是说方言 但是我们用的这些网络流行语用的这些英文可能对某些人来讲真的就像方言一样 那我们是不是为了别人的好处 要想一想怎么用此呢 那第二个例子就是选歌 我在Everest教会的时候 其实也有在诗班服饰 那后来其实是很不专业的 只是学了一点点 但是去到干领堂因为他们不太有私情 然后也不太有年轻人会交唱认识五线服 所以我就变成了要带领这个诗班的一个人 那在带领诗班的里面也是学习到很多 那在年轻人他们唱歌从小可能卡拉OK就很厉害 一首歌听两遍就会了 但是我们诗班里面很多是比较年纪长的这些弟兄姐妹 我一开始在那里服饰 我会想说我们一个月写一首歌 进度不算很快 为什么下一周似乎他们还是没有进展 那这个其实我心中当时就会讲说 感觉很不认真他们 每次叫他们可以录用手机上网听 为什么下一周好像又原地探布 错了的地方怎么又错了 那其实当然我只是心中在这里想 但是但是后来我觉得神就很感谢主 他就是点醒我 是在有一次茶水的时候 我就见到一个讲广东话的一个一个一个奶奶 他就是问别人 他是诗班的一个成员 他就是他拿了一个老式的录音 然后他就是问别人 希望别人在家里面帮他找那首歌的YouTube 然后录在他这个老式录音笔里面 他回家可以练歌 那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 对年轻人来讲 学一首歌是非常简单的 但其实对他们来讲 我只看见这个 他们好像没有进展 拿我的这个标准去判断 但其实他们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用心在在练习 那我想这个也是我在服饰当中学到的功课 就是我们是不是拿我们的标准 在判断别人呢 那其实神看他们 不是看他们唱得多动听 而真的是看他们愿意为主服饰 愿意唱歌给神的献上的这样一颗心 那这个也是我学到第一个第二个功课 就是不同的群体 那我们会不会想当然的去判断 会不会就失去了这个爱心和耐心呢 那其实大家现在上网的话 都会收到很多这个大数据 给你推送的广告 那这些大数据都定位非常的清晰 他根据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推送给你 他猜到你应该会买的东西 所以如果是一个商业 如果是一个公司 他用这样的这个算法精准的投放广告 我想是应该要这样做的 因为这个产品如果定位很模糊的话 肯定是卖不好 但是传福音不是卖东西 教会也不是只服侍某个类型的人 他应该是所有人的家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第一节经文当中学到的一点 因为有各式各样的人在教会当中 所以我们才可能看见 原来有不同的看见 原来有不同的需要 是有不同的想法的 那正因为有不同的人 不同的声音被听见了 我们才可能把我们的教会 变成一个各式各样的人 都感到被欢迎 被聆听 被服侍的一个大家庭 我想我们这样才真的可以 做到耶稣教给我们的大使命 就是万国万民都可以来认识他 可以来敬拜他 而不是变成只是某个国家 某种人才能敬拜他 我想这样教会才可能成为一个 活泼的这样福音广传的一个群体 就像经文当中我们所看见的 这个安提亚教会 不过呢 如果一个教会很多的声音 很多的看见 肯定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那这个人他对留学生群体 非常有负担 然后那个人呢 看见来了很多新移民 他很有困难 然后又有一些人 他看到这个保护环境非常重要 我们是这个大自然 也是交给我们管理的 那另外一些人呢 就想说我们也需要 看到周围其他族意 我们也可以跨文化 那我们看见这么多的需要 那教会应该怎么回应呢 可能最常见的办法 我们就是不同的领袖 然后各自带领一个小团队 然后每个小团队负责 各自有负担的这个事工 那的确这个这样的做法 是非常常见 而且是非常有效率 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但是我们在经文当中 却看见这个安提亚教会 他没有贸然的行动 他做了一件事 是大家一起先到神的面前 去寻求 那我想我们都活在一个 非常讲究高效 讲究快速的一个时代 信息需要秒回 然后快递都要这个当天送达 但是好像这样的风气 也会影响我们在教会的辅士 影响我们的事工 就是我们也要高效 也要快速 然后有什么看见 我们要立刻行动 不可措施良机 的确是不可措施良机 的确要有这个当机立断行动力 但是我们是不是忽略了 在行动之前 首先要做的是整个教会 一起合一的祷告 在主面前寻求 因为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的话 几乎没有一次复兴 没有一个宣教的行动 不是以祷告开始的 那这幅图画其实是 就在我们麻州发生的一个事 那这个是在1806年 就是19世纪初的一件事情 那这里看见有五个大学生 他们是这个Williams College 的五个大学生 当时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祷告 然后就是祈求神 派更多的人去传福音 那他们后来这个祷告会 被称作干草堆祷告会 事情就是有一天 他们又常规的聚在一起 在这个河边祷告 然后突然遇到暴风雨 然后他们就躲进了 这个干草堆里面继续祷告 那后来这个他们每周的祷告会 就变成了这个干草堆祷告会 那就是这样一个 五个年轻的学生聚在一起 每周就是这样祷告 就从这个小小的祷告会 后来其实开始发展为 这个学生拆船运动 其实带动了当时19世纪 整个普世宣教运动 所以祷告真的很重要 因为教会事工 宣教传福音 从来就不只是人的工作 不是靠人的这个精心筹化 和一腔热血可以成就的 那这里就要分享一个失败的案例 因为我在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祷告非常重要 祷告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似乎总是忽略祷告 因为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觉得 祷告没有行动来的直接 我们总觉得需要做点什么 好像才安心 那这个照片是19年的时候 我当时在带一个大学团契 那当时跟我在同工团队里面 服侍的是有一个CO3的义工 然后还有一个CO3的预备宣教士 就是当时一个神学生 就是我带着他们两个 我们三个人一起 就是带这个团契来服侍 那当时我们就有了一个想法 就是做每周的祷告卡 就是发一个祷告卡 给来参加的这些学生 然后让他们分享他们感恩 或者需要带导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可以聚在一起 每周固定为他们祷告 那这个想法很好 结果呢坚持了大概几个月 后面就哎呀 这个人说哎呀我有别的事情很忙 我们约不上时间 另外一个人说哎呀 我这个学业很繁忙 也很重要的是 或者哎呀这个 出发了一些事情 要立刻的解决 所以好像慢慢慢慢 我们想说哎呀算了 好像那这周不祷告也OK 我们就每人拍照片 自己自己祷告好了 就是很难把三个人聚在一起 所以慢慢变成一个 每周固定的三个人聚在一起 为整个团契 为每一个同学祷告的这个事 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在19年的这个时候 后来就变成啊好吧 我们至少都把拍照 拍在群里 我们都看过 然后你有空的时候 想起来就为他们祷告了 所以这个失败的例子 也让我自己反思 就说哎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祷告重要 而且我们也好像做了一些行动 但是之后忙忙忙 总觉得别的更重要 忙忙忙 总觉得祷告就可以放在一边 就算了 那我在反思的时候就发现说 我似乎心中有一个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祷告 只是为之后真正的工作做预备 好像就像我们每次开始一个什么聚会 每次怎样 我们就说啊 我们开始祷告 然后例行公事 那这个是为之后真正的东西做预备的 所以也许只要我们把真正的东西做了 祷告不做也就OK 我发现当我心中有这样一个错误想法的时候 我就我就突然就是有这样一个比喻吧 就是我突然想到了在游泳当中的这个启发 就如果你会游泳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游泳不会游泳的人 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瞎扑腾 他越扑腾他越沉下去 反而是那些如果你不信掉水里面 他的这个求生经验是你不要乱动 其实你会浮起来的 那我就发现说也许我在做事工的时候 不愿意停下来祷告 真的就像掉到水里面这个吓扑腾的人 我总觉得我要动一下 我再不动可能要掉下去了 我一定要动起来 否则我才会往前走 但是如果不祷告该停的时候不停下来 其实我可能就像一个虾铺头 游泳的人反而会掉下去 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以后在游泳的时候 就鼓励你想到祷告 我们游泳也是有停下来的时候 有动手的时候 有停下来的时候 有动手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事工也应该是这样 有停下来祷告安静的时候 也是有真的是要当机立断 赶快去行动的时候 因为祷告本身就是重要的工作 祷告不是只为之后真正的工作预备 它本身就是重要的工作 而且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许祷告是最重要的工作 因为祷告是在祈求神他自己的手做工 因为只有通过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们才能够真的 把我们人的东西放下 把我们血气的东西放下 还真的能够把自己放下向神敞开 看见主对整个教会 整个群体的带领和心意 而不是只是我个人的看见 我个人的期望 否则的话 我们真的是很容易凭着血气 那我们的这些看见和期望 可能都很好 但是当我们要强加在 整个群体当中的时候 弄不好会造成分歧 甚至是分裂 所以在安提阿教会的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活泼 有宣教力的教会 他不单是愿意行动起来 他更是懂得在行动之前合一 行动之前先一起祷告 不擅自走在神的前面 那接下来我们看见 当他们领袖聚在一起 合一的寻求的时候 圣灵就向安提阿教会的领袖 显明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就是要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 如果你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 你听见这样的这个指示 你心中会怎么想呢 如果是我 你想这是一个刚刚成立没多久了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人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 但是现在神要把他们最主要的两个同工领袖派出去 如果我是在那个祷告会上的人 我可能想说完蛋了 保罗和巴拿巴不在谁讲到啊 那我本来一个月要讲一次 我现在可能一周要讲一次了 然后想说哎呀 他们不在了谁带茶经啊 本来我们带茶经的人都不够了 那怎么办 然后谁要关怀 有这么多人有需要团契小组 谁带哎呀 他们一走我们教会完蛋了 垮了怎么办 神啊 求你去找那些资源丰富的大教会吧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 就是很普通那个想法 就是先管好自己 再管别人的事 我自己这里都很缺人服事 我们怎么还要派人出去呢 但是如果我们停下来想想 假如教会是一间公司 教会是靠着人的付出 还靠着人力资源 靠着种种这些资源运转 那我们的确是要仔细的计算 怎么谨慎的配置资源 对吧 这个用在刀刃上 但是但是教会不是公司 教会是神的手亲自拖住的 其实没有一个事工 是因为缺了某个人 导致运转不下去的 也没有一个教会 是缺了某个人最后关门了 其实教会是神自己的手托住 教会的事工 不是某个人的事工 是神他自己的事工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相信神的供应和带领呢 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我也自己也是经历 这样一个信心的挑战 那在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 我服饰的这个执青事工 我们就想做一个圣诞的福音礼盒 就是设计了这个口罩 然后里面还有一本这个马可福音的查经书 就希望可以弟兄姐妹送给这个还没清楚的朋友 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 一个小工具吧 那我们这个执青的团队呢 其实刚刚建立没几年 是由我还有另外 当时最开始是另外四个代指服饰的年轻的执青弟兄姐妹一起的 那其实我们五个人 从一开始 然后慢慢慢慢培养默契 都很感恩的开始 就是好像步上正轨了 但是就是在去年暑假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童工就找到我们聊 就说他想要离开 就是不再继续在这样一个团队里面服饰 他希望在教会更多的服饰 总之他就想要离开这个执青事工的这样一个服饰了 那我们也是有跟他聊 其实聊完之后也觉得理解 其实也是一个对的一个选择 那后来这个跟我们很有默契的这样一个童工吧 他离开了之后呢 我们就又招募了两个新童工 那其实他们也是刚刚加入有很多需要适应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礼盒就来了 这个礼盒其实是这两个新童工加入之后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项目 我们其实都没做过 但是因为这两个童工也是新的 所以从头到设计 然后到制作 然后还有很多财务方面的 然后还要跟这些厂家看怎么做 就是怎么定哪一种材料的这个口罩 然后就是很很复杂的一个一个一个项目 结果呢 我们因为在当中很多沟通上的不顺啊 然后也造成了一些算钱也算错 然后种种种种 哎呀 我当时就觉得说 哦 这是头大 而且在心中会想说 哎呀 如果以前那个某某在就好了 他如此的靠谱 他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然后他无论是在这个算钱还好 还是沟通也好 非常清晰的一个人 他绝对不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 但是呢 就在我想着有一些这个抱怨的心的时候 其实也是被神提醒 就是说我们在服饰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次都说我们的服饰 我们教会在做我们种种都是做人的工作 但是如果我是抱怨的心 我就心中在想到这个人太不靠谱 还是之前那个人好用 那我是在用人 把他当一个工具人 还是在培育人 我有没有看中这个心童工 他的他他新加入到一个团队 他是不是也有压力 他是不是也也不认识大家 所以可能有些沟通上 他他不好意思讲还是怎样 所以就是我有没有关心到这个 这个人的需要 还是只是说我只想找好用的人 那如果我脑子第一个优先考虑的是 我只想用好用的人 那也许我看中的不是人 我最最看中的是事情 因为我只想找最好用的人 把我想做的事情最快的给做了 但是但是我们事工的所有的初衷 难道不都是借着服饰 来培育我们属灵生命更成熟吗 那其实执青事工原本的初衷也是借着这个事工可以为教会培育下一代的这个领袖 所以其实无论是原本的同工 他在这个团队当中得到成长了以后离开去别的教会服饰是一件好事 还是说有新的同工加入可能要很多的磨合 然后很多的这个沟通 那其实这个也是好事 因为去哪都是同工 离开的是同工 新加入的都是同工 那其实我们同工的目的和意义不是为了把事做了 而是为了我们的生命 彼此的生命被建造 因为其实我们同工的目的就是建造主的教会 不分你我 我们没有说舍不得自己的资源 而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 就算好像你现在把一个很成熟的同工送走了 但是其实那也是在那里建造主的教会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主的教会不单单是事 而是主的肢体是这样一群人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在安提阿教会的这个理念 我相信在巴拿巴和保罗离开的时候 安提阿教会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必须站出来 也许他们讲道 也许他们带茶经 肯定没有巴拿巴和保罗有经验 但是正因为这样每个人都被建立了 在巴拿巴和保罗离开时候 安提阿教会没有垮掉 而且他们回来之后带来的这个见证 也更鼓励了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 而他们出去也建造了别的地方 别的教会 所以也许有时候我们自己需要 好像不方便更加辛苦一点 但其实这个是主的计划 主的旨意 它有美意在当中 我们愿不愿为他人的益处牺牲 其实建立普世的教会 建立彼此的肢体呢 那这是我们从安提阿教会看见 第三个学到的功课 那第四节我们就看见他们 在祷告完之后 对教会派出去了 就往坐船 往这个塞浦路斯那里去 那其实这个是在使徒行传 第十三章 我们往前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并不是第一次 好像有人传福音 因为以前也有传福音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 斐利路上传给埃塞尔比亚的太监 或者是基督徒逼迫 然后他们就四散将福音传开 但是你会发现在之前 记载的例子都是比较 因为要么是偶发性的事件 要么是这个 因为外部环境造成 但其实这一次 巴拿巴和保罗被拆遣出去 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由教会有意识组织的 这样一个宣教行动 其实他们是没有任何先例 可以效法的 那可能我们现在参加短宣 就是会听去年 他们弟兄姐妹分享 可能就有一些这个小贴士 给你要怎么怎么样 但其实你能想象出 他们当年其实没有任何先例 可以效法 究竟要怎么往外传飞 他们只知道神教 他们去 但是具体要效法没有经验的 那我们现在资讯很发达 上网Google一下 塞普路斯今天几度 然后他的天气怎么样 下一个小时下不下雨 都可以知道 然后那里的街道长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Google 就是好像真的到了那里 但是在巴拿巴和保罗 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 是非常非常困难 而且出远门是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是充满了未知 充满了预料不到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看到 因为主呼召他们 他们就这么勇敢的 愿意进到水深之处 去到那些未知的地方 他们其实不知道会遇见什么 但是他们相信主知道 他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 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勇敢 不是好像不知者无畏 不是一种鲁莽 而是因着对神的信心 他们生出来这样的一个勇气 因为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 所以他们敢于走出去 那其实我最初来COCM服饰的时候 是参与的都是赢会的服饰 然后我一晃年 已经参加十多年的赢会 就所以其实对赢会的话 我真是觉得非常熟悉 大概每一天 每个时代可能要发生什么事 都大概就是有点胸有成竹的感觉 结果疫情来了 所以你这个熟悉的 实体赢会的种种模式呢 都不适用了 而且其实在十年间 这个英国欧洲合场的群体 也变化很大 然后现在又有很多新的BNO 都又出现了 所以香港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 所以就是可能很多事情都在变化了 也变成了很多是未知的地方 那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寻找突破 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左边就是一个YouTube Channel 那个带着羊头的人呢 其实也是我 就是我在想说 怎么样用一个新颖的方式 鼓励年轻人多读书 那我们会发现说 现在很多人 无论是读书也好 这个文字表达也好 可能只能写140字 就是超过微博字数的就不会写了 或者读书也是 它超过140个字的 我就读不进去了 但其实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当中 第一个圣经神选择用文字的方式 来启示他的真理 第二个就其实在我们整个教会历史当中 都有很多属灵的遗产 是文字的这样一个形式 所以我自己也在想 那我们怎么鼓励年轻人来读书呢 所以就想了一个用视频的方式 可以有趣的来介绍一些书 那你会看见这个view count 也是有的多有的少的很可怜 但是呢这都是些新的尝试 那右边也是在去年的时候 想到说现在很多人 不仅是当年都关在家里嘛 所以他们哪也不能去玩 都是在手机上刷 所以手机似乎成了他们在的一个地方 不再是好像虚拟的 而真的是他们住在这里 那刷的时候就有各样信息 进到他们的眼睛当中 怎么样抓到他们的眼球 提醒他们神也在网络上呢 所以就当时为了 就是迎接这个圣诞节那个期间 就画了一些经文的一些小插画 就是希望可以他们在刷可能Facebook 或者是刷朋友圈的时候 能跳出来 在他那个moment可以停下来 想想神 所以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也是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吧 那其实我专业完全跟这个没有关系 不管是做视频啊 还是这些都是都是在摸索的 那效果怎么样 我想跟这个专业的人士相比 真的是差太远了 那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摸索做的时候 肯定是比较费力的 所以在有些时候想说 哎呀花这么大时间做一个 非常入门级的小视频 然后如果也没什么人看 还不如就不要搞了 就是恢复原本旧的这个模式吧 比较确定比较审视 但是总是在有点想要放弃的时候 会会有一两个零星的人说 哎这个书好像挺有趣的 或者说哎这个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就会我就觉得在这些这moment的时候 就好像神还是鼓励我说 还是要继续 这个就是很多未知的地方 他他不在乎那个效果好与坏 而是我只是停留在过去的这些经验当中 找一些熟悉的 然后可能这个效果也不差的 还是说我愿意突破 跟神在好像新的世代往前走 那我我我来到英国之后才学的开车 然后我这个开车水平也是让人看见神的恩典吧 所以这几年真的有有很很大的提高 但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学到最大的一点 反而是越熟悉的地方越容易出问题 因为熟悉的地方可能我不用导航 哎我就下意识的熟悉的开 但反而是掉以轻心了 反而是越陌生的地方 每次去到一个新地方 我都非常的谨慎 非常认真的看GPS他每一个指示 那其实我想 可能以前也有人听到这个GPS 是God positioning 所以就是我们的一生也是在听神 给我们的指示一步一步 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太熟悉了 啊我们需要开导航 我太知道怎么做 但其实也也许有时候 神让我们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 有一些新的挑战 反而是在这个当中 我们很认真的听 神要接下来让我怎么走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求你告诉我 也许这个是神更希望我们做的 每一步依靠他 跟他一起往水深之处 往未得之地去 所以我们可能常常想的是 主啊你对我们一生的旨意和计划是什么 但是最近我看的一本书 他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他说我们与其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生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倒不如问神这一刻或者接下来的十分钟 神你要我要我怎么做你要如何带领 因为其实我们明天要做的决定 就是取决于今天这一刻 我们的决定多大程度上是顺服圣灵的带领 是顺服主的旨意 所以也许神对教会也好 对我们个人也好 我们重要不是搞懂我们一生的计划和路线图 而是我们愿不愿意一步一步勇敢的 就算是去到陌生的挑战 从来没有先例可循的 我们也愿意勇敢的往前走 一步一步倚靠 不退缩的跟主进入到水深之处当中呢 所以这四节很短的经文 我们看见安提亚教会给我们非常非常多 宝贵的一个功课 他们有背景多样的这个同工 所以敏感不同人群的需要 然后他们又愿意合一的祷告 合一的寻求 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 向神敞开 他们也没有好像化地为老 只关心自己的教会 而是关心主的身体 关心普世的教会 甘愿牺牲 而且他们愿意勇敢的跟随主 进入到未知的挑战当中去 那我想这四个特质 让安提亚教会 虽然在逼迫当中 虽然是一个刚刚建立 非常小的一个教会 它成为一个真正一个活泼的 一个宣教的一个群体 由内而外的散发出 基督的新香之气 祝福很多的人 那我想我们是不是渴望 我们的教会拥有这样的特质 我们对教会的期待和目标 要求不高 至少没有关门就行了 至少我们的教会 没有变成餐厅和赌场 或者是只要有人服事就够了 每个主日的坑 都有人填上就好 或者是稳定最重要 不要瞎折腾 还是说我们就不出差错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事越多越容易做 那我想这个事 可能我们很常听见 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 因为真的 好像成为一个活泼的 成为一个宣教的 成为一个vibrant missional的这样一个community 成为anti-r教会 太累了 太麻烦了 那么多教会 可能就一个anti-r教会就可以了 但是 其实主对我们的心意 主对每一间教会的心意 都是成为anti-r教会 因为我们的神是生命的源头 是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创造主 而且我们因为耶稣的恩典 我们成为心造的人 其实我们里面也是有那活泼的生命 可以像神一样充满生命 充满活力 充满创意 看见水深之处 看见未得之地 看见不知道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充满期待和信心的 因为神要来成就新的蛇 这个是心造的人 活泼的生命 应该让我们可以体现出来 那样的一个兴奋和期待 的确有可能我们躲在舒适区 没守成规 不改变是比较轻松的 比较容易的 就像可能我一直做隐秽 我一直在一个地方 做同样的事情 可能我们都会积累经验 我们都会有一套这个标准的程序 驾轻就熟 也不会出差错 效果也不会太差 但是也许这个不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活泼的生命 应该活出的这样一个 vibrant 和missional的这样一个生命 而且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神其实在外部的环境 一直好像要震荡我们 其实就像好像大海 它不可能一直风平浪静 总是有风吹过 可能我们坐着船就希望 我就飘一飘 最舒服 看看风景 然后跟我熟悉的一两个人一起 很舒服 但是有时候 也许神故意要震动这个大海 因为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你会发现我们生活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变化 我想过去的一年 或者过去的一年半 大家因为这小小的病毒 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们的生活都充满了各种的变化 那其实我们在看现在 世界的各种新闻 翻开报纸种种 你就发现好多的变化 那我所在的这个合场 英国和欧洲 也能体会到很多的不确定 不管是好像中西方的这些张力 还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香港新移民 然后还有很多好像疫情带来的经济的这些不确定 脱欧之后 其实很多事情也都不确定 那我想在美国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我们每个人可能不管世界大事 可能你个人生命当中也会有变化 你个人的学业 你个人的工作或者你的家庭 种种种种都有变化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害怕改变的人 不管你害不害怕改变 但是现实是改变会来 但是我们在改变时候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冲浪的人 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冲过浪 我前段时间去海边 特别观察了这个冲浪的人 我才知道说原来冲浪的人 他一开始是顺着浪去的 然后在冲浪最关键 在那个浪中间的时候呢 他需要换方向勇敢的站起来 然后他就可以顺着浪滑了 所以冲浪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躲浪 不知好像害怕这个浪来 冲浪最成功的人是勇敢的在浪的中间站起来的人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面对改变的时候 我们是好像不得不改变 是一种很被动很无奈的一个心态 还是说我们愿意在改变在浪的中间勇敢的站起来 心中是怀着期待 是怀着兴奋的 因为神要来做心事 这个浪是神掀起来的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无风不起浪 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个圣灵 灵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 其实就是风的意思 所以我想也许我们以为意外的这些变化 也许正是圣灵的风 有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掀起的浪 那我想神是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活泼的生命 神是期待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勇敢在浪中间站起来 跟他一起做心事的人 那我想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害怕改变呢 我想过去年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改变 但是也是跟弟兄姐妹也是跟我自己鼓励我们 是这些改变不是不得已 而是神有意的计划 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活泼的群体 是一个拥抱变化 攜带做心事的 成为一个向外展 时刻都在路上 愿意跟着主往前走 进入到未知当中 进入到挑战当中的教会呢 我想最后就跟大家分享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 也是跟大家一起共勉 就是教会不是一座纪念碑 而是一项运动 The church is not a monument but a movement 那我想我们教会也是在Emerson 有好几十年了 也是走过了很多风风雨 也是祝福了很多人 但是我想神对我们的心意 是继续往前走 继续在路上 让我们一起就是敏锐 主的带领 效法安提亚教会的榜样 也许在这个新的开始 新的季节当中 我们能够勇敢的跟神一起做新事 成为一个活泼宣教的群体 让我们所在的地方真的是 好像我们建在这个山上 成为一个当地的一个祝福 成为当地的一个灯塔 我想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聚在一起从你的话语当中 得到鼓励 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样一位 充满创意充满生命充满活力的神 你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 旷野当中开道路 一直做新事到如今的神 所以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来点燃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点燃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不要成为纪念碑 而是动起来跟着你一起往前走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你里面 主啊与你相连的时候 我们就生命里面有那活水的泉源 就能够活出来 从你而来 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活泼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福音的管道 由内而外的散发出 基督的心香之气 吸引人来归向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